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人其实他是远离开一切真智慧 因此箴言说他是恼恨一切真智慧 愿神今天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可以来突破 并且也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神在我们人生中会赐下良师益友跟属灵的同伴 好让我们自己的封闭的世界可以被打开 第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愚昧人他不喜爱真正的聪明智慧 他只喜爱显露心意 就是只喜欢表现自己 一个只顾着表现自己的人 他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愚昧跟肤浅 第三节恶人来藐视谁来 羞耻道辱骂同道 恶人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邪恶 也就是说邪恶跟藐视 藐视就是傲慢 邪恶跟傲慢他们是一伙的 然后呢羞耻就是可耻跟辱骂 他们也是一伙的 也就是说邪恶呢跟这个傲慢 他们是形影不离 而可耻跟辱骂也是形影不离 你常常喜欢这个做一些可耻的事 那很快的辱骂也会临到你的生命里面 那你是一个邪恶的人 你生命中所呈现的就是傲慢 第四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 这边鼓励我们讲话要有深度如同深水 也鼓励我们讲话要像一个泉源一样 一个智慧的泉源 如同涌流的河水 代表能够带给别人生命力量的安慰 造就和劝勉 第五节 瞻循恶人的情面 偏断义人的案件 都为不善 再次告诉我们 做人要公正 做人要信实 因此不要瞻循恶人的情面 就是不要看顾恶人的情面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不论他如何有权势 在他面前 我们都不应该让上帝的公平跟公义打折扣 第六节 愚昧人张嘴 起争端 开口 招鞭打 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 是他生命的网罗 这两节很传神 愚昧人一说话 纷争就开始了 然后他也遭受大家的责备 鞭打 因此愚昧人真的要去了解 他自己的口舌 是让他的生命被败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让他的生命陷入了罪恶的网络 弟兄姐妹 讲话不可不慎 一方面讲话要留意 二方面常常讲错话 讲不该讲的话 讲苦毒的话 讲嫉妒的话 讲污秽淫乱的话的人 要留意 因为你会常常喜欢讲这种话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里面充满了这种思想 这种生命的状况的时候 你当然不小心就会讲出来 而且有时候还是刻意要讲 因此要来除去我们属灵的口臭 最重要是要先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生命 愿上帝这个智慧跟生命 先来医治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里面被主恢复 第八节传舌人的言语 传舌人的言语就是闲话 八卦 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哇这句话讲得真是传神 因为人都喜欢听八卦 闲言闲语 那所以呢 传舌人的言语 就如同这个好吃的食物 一下子大家就怎么样 吃下肚子里面去了 人人都爱听 人人都爱这些传舌的言语 要引以为鉴 要远离这些传舌的言语 他们没有听众 他们自然就少讲了 我们不要当帮凶 要留意 第九节做工懈怠的 就是懒惰 与浪费人为弟兄 浪费就是败坏 因此呢 这句话意思是说 懒惰跟败坏是难兄难弟 你这个箴言里面常常讲 勤劳勤劳 勤劳的价值 那你是一个懒惰的人 你就生命很快就败坏 第十节 一和华的名士兼顾台 一人奔入 使得安稳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奸程 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这两句话可以连着一起看 也可以看出一体两面 一个义人呢 他不一定有权有势 但是呢 一和华 却是他的兼顾台 是他的避难所 因此呢 他未必有权有势 但他倚靠神 他反而更加的安稳 同时呢 富足人的财物 是他兼顾的城墙 在他心里面想 他的财物 犹如高耸的城墙 可以保护他 那未必如此 毅然他认为他不用依靠神 他靠自己的财 富人 他认为他的财富 他的权势 可以保护他 但未必如此 唯有一和华 是我们的兼顾城 是我们的兼顾台 十二节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当一个人 开始骄傲了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这个人立刻就要失败了 当一个人 是谦卑的人 我们也可以预测 上帝很快的 要让他得着尊荣 十三节 未曾听完 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哇这句话真棒 我们 我们很不喜欢有耐心的 把别人讲的话听清楚 总是听到一半 就已经不想听了 就已经先入为主了 因此呢 我们就会很生气的 回应他的话 以至于呢 就显出我们的愚昧 以及羞辱 圣经常常劝我们要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生气 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 一直听 快快的听的时候 多听一点 别人还没讲完 我们就已经有成见了 我们就发怒了 显出我们的愚昧 十四节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但是呢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当我们有生病的时候 可能还可以忍一忍 但是当我们的心 生病的时候 那没有人承受得住 因此神的话语 要使我们的心得医治 跟安慰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让神来医治 你心灵的疾病 跟枯干吗 十五节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聪明跟智慧的人 他得着了聪明跟智慧 对他生命的益处 他就越想要更多的得着 生命之道 那愚昧人呢 他一直怎么样 在做最终之热 他不知道生命之道 原来可以大大的改变 他的人生 和祝福他的人生 以至于他所追寻的 反而是更多的邪恶 跟乖僻 十六节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这跟十七章第八节 那边所说的 贿赂在贿送的人 眼中看为宝玉 谁处运动都得顺利 十七章八节的贿赂 跟十八章十六节的礼物 原文这两个字 是不一样的 十七章十八节 那边讲的贿赂 在旧约里面 通常是指负面的意思 因此十七章第八节是说 有些喜欢走后门 这个送红包 借此来享受特权的人 你要留意的 你以为这一招永远管用 未必 因为神不喜悦 但十六节这边的礼物 比较是中性的字眼 他讲到是说 人的礼物可以为人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 高位的人是指大人物 这句话是中性的 你如果是用比较 邪恶跟取巧的态度 来看这句话 还用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是十七章十八节 十七章第八节的贿赂 但如果你的态度是纯正的 那你把你的生命的贡献 生命的美好 生命的这些付出 愿意来呈现在别人的面前 甚至跟别人分享 有时候神就用这个东西来穿针引线 使我们生命被牵引到 与我们大有帮助的人的连结里面 因此其实看的是我们态度 纯正或不纯正 十七节 先诉情犹的似乎有理 但临舍来到就查出实情 告诉我们不要只听一面之词 就做判断 好像他先来告状了 先来诉苦的 他讲说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好像都是别人的错 可是等到另外一方当事人来的时候 就查出实情 告诉我们怎么样 做判断的时候 总要听两面的话 不要听一面之词 十八节 至谦能止息增进 也能解散强盛的人 原文的意思是说 当这些强盛的人之间 有权有势人之间 彼此相争 各自说他有道理 而这个止息不能摆平的时候 那就至谦吧 什么意思 那就来寻求神吧 有时候也真的是 遇到我们遇到很多事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真的也很难判断 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吧 因为只有圣灵 能够知道我们内心 一切隐秘的事 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因此你最近有遇到 这种难解的事吗 是不是用祷告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呢 十九节 别弟兄结怨 劝他和好 比取坚固城还难 这样的增进 如同坚债的门烧 门栓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弟兄们如果 之间的误会 冤仇没有办法解开 没办法和好 那你跟他的关系 就很难恢复 就如同要攻打一个坚固的城 比这个还难 他会拒绝你 如同坚固的城在 把门栓栓起来 因此遇到这样的事情 跟上一节很像 十八节很像 遇到这种 真的很难摆平 很难解决的事 我们也是只能把他 带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开门 求神来开路 二十节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口中所说的 每一句话 他会结果子的 他会让人家吃进去 然后在 那个人的里面 就是充满了 也就是说 说话要留意 你说的每一句话 会让别人听进去 吃进去 都会在他里面 产生后果 跟影响 因此呢 要留意 嘴里所出的 必使 别人得着 这个 饱足 就是说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的 影响力 正面跟负面的 都会深深留在 别人的生命里面 他也会用这个来 回报你 所以 使你也得饱足 使他也得饱足 什么饱足 你说话的果子 会充满你 跟听的人 说的人跟听的人 都会被 你说话的果子 所充满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这跟上一节 是一样的意思 一个人的舌头 所说出来的 会决定他的生 或他的死 喜爱舌头的人 必吃他舌头所结的果子 可能是生 也可能是死 所以我们要留意 我们所说的话 句句都带着威力 但是不知道是正面 还是负面 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22节 得着嫌妻的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这句话太棒了 因此我们要去珍惜 我们的妻子 因为贤德的妻子 财德的妇人 是耶和华赐给 每一位弟兄 最美最重要的礼物 23节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提醒我们 神若祝福你时 你成为富足有权势的人 你不要作威作福 而去欺压那些穷乏人 神不喜悦 24节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他的意思是说 结交些胡群狗党 滥交朋友的 最后是自取败坏 交那么多胡群狗党 倒不如结交一个真正的 知心的 对生命有益处的好友 因为当你生命的关键时刻 这样的一位朋友 会比你的亲兄弟 还要亲密 还要对你人生 有支持跟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真言教导我们 要有美好的品格 来对待我们的 灵舍跟朋友 主让我们来 真的是 看重每一个身旁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 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我们不可倾见他 也不可以邪恶跟不义来带他 特别我们对他所说的言语 求主要保守我们 主因为我们不应该用 不好的言语 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 因为会吃这个言语 所结的果子 使我们得生命 也会使我们受败坏 求主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